嗨 大家下午好 歡迎您收看週末大爆掛 你好 我是阿主播李佩軒 提醒大家我們週末大爆掛 是有開子頻的開在大新聞大爆掛 歡迎您上YT搜尋大新聞大爆掛之後 看到今天縮圖橫橫的按個讚 打開聊天室 一起加入我們今天聊聊節目內容的行列 今天依舊有非常多政治題 想請大家一起來探討 不過我們首先要先歡迎 我們第一小時非常優質的節目來賓 我們的友志哥 喲喲好 大家午安 他們的小新議員 大家好 他們的直斗 大家好 午安 大家好 好 其實在這幾天之間呢 我們看到我們的蔡總統臉書 依舊是完全進入到的選戰模式 而且他專門要挑一路走來 都是想要貼近年輕人想要蹭嗎 我沒有講的 其實我想要先請小新議員 幫我們解釋一下 Jojo Lee這件事情 好 釋出友營啦 是兩天前 這個台灣的第一座葛萊美獎的 這一個頒獎 他的接見場合上面 由於旁邊的這一些嘉賓們 他們擺出了Jojo Lee的動作 而那張圖PO出來之後 即便我們蔡總統什麼事也沒做 就處在中間 還有李永德在旁邊 沒有做什麼動作 不過我們現在截至目前為止 已經有9.5萬個讚了 十隨之位 昨天又拍了一個新的照片 是這張 這次他動起來了 他跟學生一起 他還告訴你說 姿勢很重要 知識也很重要 等於他在忙著去做Jojo Lee的同時 其實網路上還有很多的梗圖 就說呢 正確的推廣Jojo Lee的方式是這樣 而錯誤的推廣 又是土條被抓出來編啦 人家就說綠能土條你不能啊 當然是綠能你不能啊 是誰先開始在鏡頭前面 展現這個Jojo Lee 而且在家裡呢 非常的勤奮 練了好久 要擺出最完美的pose 就是黃世修嘛 可是不好意思 因為民進黨他們是反核的 2025非核家園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去擺Jojo Lee 大家就說噁心 可是如果是蔡總統的話 那不一樣啊 哇小英務實 小英可愛 小英好棒棒辣台妹 當然就是每一個人都要捧他 趕快去按讚 這個就是計什麼呢 計三色豆吧 計元宇宙吧 計香菜吧 再下一個梗 是不是都一樣 其實你說呢 雖然他的題材是不同的 三色豆香菜 Jojo Lee 可是實際上面哪有什麼不同 都是用一些這種小清心 用一些小文青的方式 想要去蹭年輕人的支持 但我們要問的事情是說 總統難道沒有更重要的事情 要做了嗎 台灣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走了這麼多的孩子 死去了這麼多的民眾 疫苗採購快篩採購 一大堆亂象 蔡英文有沒有出來 跟大家說過幾句話 沒有 他等到現在要選舉的時候 趕快出來Jojo Lee刷一波 所以我覺得這種網紅式的這種做法 或許在現在一時之間有用 但是呢 這就是鞏固他們自己的同溫層而已 其實我覺得 經過了這次的疫情之後 大家會發現說 我們要的 不應該只是一個網紅總統 而是說真的要有會做事情的人 不然以後你就會看到 陳時中也來揪酒莉 陳時中也來吃香菜 陳時中也難度很高 就變這樣啊 就變這樣 我跟你打包票 以後他一定會做一些奇怪的 中種莉這樣子 人家睡午覺 所以陳時中說 我們都在睡午覺 那是蘇院長在睡 不然為什麼當時 就在疫情第一波我們有守住嗎 最早的時候 就是大陸 就我們的風船 封住的時候 他還去幹嘛 還去屏東 還什麼戴口罩吃香腸 還什麼小巨蛋唱歌 開開心心的對不對 以後我們的政治 就是充斥這些東西 但是真正認真做事的人 他就不會被看到 所以我會覺得說 民進黨他可以用這種臉書的宣傳 用網路的宣傳 想要去蹭年輕人的支持 可是如果你真的去看 像比如說現在年輕人 也很喜歡用的平台 Dcard 對民進黨現在執政的意見可多了 所以你說9.5萬個讚 10萬個讚很多 但是全台灣有2300萬人 不是所有的人都買他這樣子的單 他過去的這種各式各樣的宣傳招數 其實你慢慢看慢慢看 你就看破他的手腳了 有這個其實我們有特別 因為這一篇 剛說9.5萬我們就有前後滑了一下 那少則大概4000多個讚 多一點大概2點多個讚 2點多萬個讚 那這一次9.5萬個讚 才讓他是不是又再次弄了一下 還說姿勢也很重要 不過我們就來看看 他到底多像一個網紅總統 不光只是譬如說在俄烏戰爭的時候 他跑去說 木曜四超完挑戰了一日水下作業大隊 其實跟他沒什麼關係 他去引用了 還說呢 面對了烏爾戰爭 大家對於國防事務也很重視 所以可以看到我們國軍的日常 或當然大家也很熟悉的 時時刻刻跟這一些相關的 不管是演藝上面的獎項 站在一起 還有當然是同志大遊行 他也沒錯過 小代運動賽事 他當然也要刷起來 你確定這題要給我講嗎 我在揪揪利益 我實在不是整根的上禮年輕人 我這樣是謾話 你最喜歡講說 現在包含連候選人的臉書 要包吻這個事情 揪揪利益是不是有類似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有很多不同的啊 鄭運統也 各種不同的動作 我真的是要講這個 誰帶壞的 尬班小孩大小是誰 就是蔡英文 而他就是沒在幹事情 每天就只能做這些事情 他用的所有的人 哪一個有在做事的 蘇貞昌治安會報 時安會報全部都沒開 陳時中也是啊 什麼東西全部都沒做 他呢 自己也沒做東西 從疫情到現在 只有在臉書上面秀恩愛 跟誰恩愛 跟年輕人秀恩愛啊 你告訴我其他有東西嗎 沒了 你有沒有看過他提出什麼重大的遠見 政見 而我請問年輕人你們在乎嗎 你們也不客氣啊 尬小孩大小 於是他這樣子獲得極大的成功 一群人也開始跟著有樣學樣 除了在場的這兩位 小青跟直斗以外 你看國民黨也是啊 有幾個那種出來 每天在那邊搞網紅的 要吃冰的 然後直播也在耍可愛的 那個題目呢 就是哪邊好吃哪邊好玩的 國民黨有多少這種 包括我講的就是侯家軍 那一票女生男生 請問裡面有沒有東西 沒有啊 全部都在學蔡英文啊 這些人就是蔡英文啊 民眾黨裡面有沒有 也有 也有一群人 每天都只會吃東西 運動做瑜伽 請問一下我們國家 未來要當靈異代表的這一群人 每天都像蔡英文一樣 在跟年輕人曬恩愛 你告訴我們 我們這些民意代表上去 他會像蔡英文一樣 什麼都不管 還是會像徐巧欣跟楊之董 還有游淑衛這些人一樣 認真的去幫我們監督社會 那不用講嘛 可是你們覺得 全都會選這些網紅式的人 因為你們喜歡看 你們就愛這種人 在臉書上面什麼都不寫 實際上在自己的廣告看板上 也沒有任何證件的 只在跟你比年輕票就這樣 所以拜託你們網路 然後下面那個標題叫 年輕票get 你們可不可以 我們自己來人心自衛想一想 我們自問自己 我們為什麼變得這麼淺疊 我們的政治變這麼淺疊 不需要討論議題 我們只要罵大家都可以 所以為什麼我前一陣子 我很討厭各個電視台 每次拿一個焦糖的話 就來問我 那什麼咖啊 為什麼我們連我們的節目 跟政治評論都變得這麼的濃 一個網紅 一句話我要來評論 那我不是都蔡英文化了嗎 因為就是這個 這塊啊 帶壞了所有人 尬壞孩子大小 就是這塊 每天都在搞這些的 一個真 你可以想像 拜登的推特 然後每天都在揪揪力 你可以想像嗎 美國不會這麼幹耶 你可以相信尹錫悅 每天在那邊 跟年輕人做網紅遊戲 發梗圖嗎 全世界只有台灣的元首 每天在搞這種東西 然後把所有年輕人搞笨了 然後再把其他在野黨的 也把全部拖下去 我要用這種方式 來跟民進黨選舉 全部的也變這樣了 所以這次選舉 我真的大家 你要睜大眼睛看 去逛他們的臉書 誰真正的在為台灣去監督 誰真正的做到民意代表 孩子只是發一個梗圖 然後旁邊一個漂亮的照片 吃一根冰棒 天氣好熱喔 休憩請小心 有沒有看到這種天文 一大堆吧 35度的 34度的 就一定有一個女生很漂亮 吃個冰 然後旁邊寫一排文字 今天高達34度 湘怡關心你喔 不就是這樣嗎 你告訴我 關心你什麼 請問新莊地區 土城地區 我住的台北線 你們關心了沒 不關心 一根冰棒 然後每個人在下面寫 好可愛好可愛 湘怡加油 湘怡好可愛 他是記者出身 為什麼我特別罵他 因為以前也是我帶的記者 今天變成這個樣子墮落 而侯友宜你有沒有準備好 你看到也是蔡英文 這侯友宜你有沒有把準備好 就把他們推出來 全部都是這個模樣 這副德性 搞壞了整個政治界 人家以為政治界有像那麼智障 每天拿一根冰棒 拿一根什麼 就在那邊發動其中要選議員 議員 議員耶 市議員 縣議員 每個人幾萬票 你知道那些每個票票 都是你的責任 你要把他當什麼 蔡英文 817萬票 他把817萬票 他把817萬票當什麼 當99力啦 當大家都智障啦 泰魯格號 他在上面發什麼 然後缺電的時候 他在上面發什麼 你們去看看 我們講 有沒有講200次了 後來我們就懶著講了 再怎麼大的事件 他一樣在玩這些 請問我們政治正在變這樣 我說我真的拜託大家 眼睛好好看清楚 再有這些候選人 每天只在玩這種遊戲的 我跟你講這次不要投給他 就這麼簡單 對 直走包含的是 我們發現他也統整的出很多 就是不斷想要跟年輕人拉近 甚至連已經沒有其他部署了嗎 現在是連國師都要加入 就是說 這些包含了這一次的 我們的首長候選人的星座圖 原來水象星座占比最高啊 然後呢 還有甚至有另外一張圖 是把每一位首長 他分別是哪一些星座 我們這邊都列出來了 那也很不幸的 不是說很不幸啦 很幸運的 我也跟陳其邁也是同天 同月同日生的 真的嗎 同月同日就12月23啦 那其他人他就把 全部都列表出來 這次的候選人大概是什麼 我們就剩下這樣子的一個民進黨 這樣的一個蔡政府啊 所以 星座是 僅供參考 參考就好 那我們同年同日 也不是同年嗎 不可能同年 我們起碼差230 好險的同年 起碼差230嘛 都可以把你生出來這樣子 但是 即便同月同日同星座 但是還是差很多 星座僅供參考 就是跟有這個講的 政治的部分娛樂太多 一些政見或者是 你當選之後想要為百姓做什麼的 比例太少 那一天到晚都弄這些油梗的東西 吸引年輕人注意 我覺得吸引關注沒什麼不好 但是現在 我今天早上看到一個 Google的新聞 Google的 他們自己內部做一個報告跟評估 他們發現現在的年輕人 尤其是大概15到20歲這個族群 美國的年輕人 他們現在搜尋東西 搜資料 都不用Google引擎來搜尋 他們發現 他們最常用來搜說 我今天有一件事情 我有一個疑問 然後我要打一個關鍵字 然後來搜尋App 兩個 第一個叫做抖音 第二個叫做Instagram 我就跟我室友討論這件事情 我很疑惑 奇怪 抖音跟Instagram 到底是可以搜什麼 你頂多搜 可愛的貓貓狗狗 或是說今天我要吃什麼 辣麵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你就知道 現在Google 針對年輕人去做這個問卷 那當然也是 反映出一個很潛諜的現實 年輕人就喜歡看這些 年輕人被這樣的社群媒體 餵養之後是越養越笨 每天只想關心身邊的一些 吃什麼 喝什麼 然後博眼球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政治 有一些娛樂無可厚非 但是娛樂的比重真的太重 再加上我們鏡頭回去看一下 那個 蔡英文在跟高中生 比照片的那一片 好不好 我們看他上一張圖 對對對 他其實擺這個 也是JoJo裡面一個角色 他中間這個 第六集的女主角 對對對他這樣子擺 大概這樣子擺 他的腳是沒有跨那麼開 但是他是第六集的這個 主角 就要擺這樣才行 第六部 他是只有這樣 但是我們那個 腳是重點 我們的 他是只有這樣子 手手這樣擦著 那下半部沒有擺好 但是我們JoJo的動作 這是非常誇張 然後他是具有藝術性的 蔡英文是畫虎不成反類犬 大概也是幕僚建議說 你以後可以這樣擺啊 因為他是 第六部的這個女主角 而且 JoJo他作為一個少年漫畫跟動漫 他其實是比較陽剛氣味比較重的 他到第六集才有一個角色 他是女主角出身 不然前面都是男生 在那邊歐拉歐拉 整天大拳 是陽剛氣息比較重的 那他作為一個少年漫畫 他的主題 尤其是在第六集 這個女生的主角 當然也是為了一些正義的理由 以及為了自由而戰 而且這個女主角 他從小是吃苦長大的 沒有父親陪在身邊 他要偷竊 他要加入飆車組 最後還被男人騙 幫他頂罪坐牢 殺人罪 那我想請教 蔡英文去演出 這樣的一個角色 似不像 畫虎不成反類圈 就跟我剛剛所講的一樣 你代表的這個角色 背後的意涵 你知不知道 你是無知的 年輕人也就這樣子被 我必須要講 年輕人真的很好騙 擺一個上半身 下半身也沒有像 沒有學到像樣的動作 然後就在臉書上面流傳 那你真的知道 這個女主角背後 或者是這部漫畫 想要背後傳達的價值 跟意義是什麼嗎 蔡英文是完全不了解 但是這樣子 就可以很潛疊的 騙到很多年輕人的選票 我覺得我們在檢討 民進黨的時候 我們要反過來思考 畢竟還是國民黨 就是 我們去看一下 他跟高中生拍照 他這一次總算學乖 他第一次跟那個 我們的表演團體拍照的時候 他是很尷尬站在那邊 那第二次 他當然因應了 年輕人的這個想法 還有做一些手勢上面的修正 撥年輕人的眼球 但我必須要講 那一場國際競賽 你說是國際競賽 其實他是民進黨辦的 林菲帆跟民進黨青年部 那一群人在搞的 215隊 每隊我不知道幾個人 每隊有3到5個人的話 那是多少人 那這些是不是在 年底的時候 就是一個很好的 跟他們建立起 我不要說他支持民進黨 但是就建立起連結 互動的這一個關係 這一層關係 國民黨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辦法去學習 我覺得這是需要去思考的 你看你一個國際競賽 高中生最喜歡什麼 就是 現在都做背審啊 都是用面試啊 你可能不用很好的成績 但是你的這個 一些 一課外的這個學養 現在也是我們很看重的嘛 我們現在不只是成績 我們課外 你做一些什麼 有什麼競賽 獎狀拿得出來 然後有什麼挑戰 你覺得可以寫在 你的背審資料裡面 這是我們父母親 跟高中生 都很關心的事情啊 現在的情況 越來越多啊 那辦這個 國際競賽 你表面上面說 這些人很關心國際社會 然後我可能有一些獎金 然後再發個獎狀 215隊 每隊3到5個人 那每個人都有一個參賽證明 參賽證明也好 獎狀也好 這不叫收買人心 什麼叫收買人心 那 蔡英文也很賊啦 他去這種場合 他當特別來賓嘛 他也不忘去跟這些年輕人洗腦 他就說 反正 你台下這些人 接著等一下都要領獎狀嘛 他也不可能 舉起手 然後嗆你蔡英文嘛 這個用腦子想都知道 所以 底下的人就排排座吃果果 專心的聆聽我們偉大的蔡英文主席 發表的政績 比方說年輕人 我們現在很有缺少國際視野的這些啊 讓我們台灣做些什麼事情啊 讓世界看見台灣啊 他就在這個場合講這些事情 那就是一個政績的宣傳 你不管你喜不喜歡民進黨 這些學生就是要坐在那邊聽 那國民黨有沒有學到 我講一個國民黨最近的一個年輕人的活動 邀請 蔣萬安 謝國良跟張善政 三個人做一個會談 那邀請來的 當然是我們有一些固定的支持者嘛 一些年輕朋友支持國民黨 就會來說 我們的市長候選人他有什麼政見 那接下來的選舉有什麼可以幫忙的 感謝我們的網友和仙仙 他的兩次抖內 他也說報告有報告的路線 好好看節目 殺殺加油有資格讚啦 然後等一下我們剛剛看到旁邊 會有一個開的那個框 那個框其實就是 最新的民進黨全代會的一個畫面 也會不間斷的帶來幫他播送一下 如果有任何重點 我們會持續為您插播 好我們趕快把先交換給直等 就我剛剛所講的嘛 我們看到別人怎麼操作 尤其是今年選舉 怎麼撒錢去讓這些年輕人吸引選票 講難聽一點就是這樣子嘛 有梗吸引眼球 辦一些活動讓他們在被審上面 有一些更多的資料 這是直接的利益相關嘛 那你不要說討厭民進黨 我喜歡民進黨 總之蔡英文講話 你就是要坐在下面聽 總之我翻了這張獎狀 你就會很開心的 拿去你的被審資料裡面用 就是很簡單的道理 那國民黨 也就是這個禮拜而已 辦了三個首長候選人的這個 有點像是跟年輕朋友團體的見面會 那我們也知道 這見面會有點像是 就是我們以前的顧本匯報 這些人本來就會支持國民黨 那他想要多聽一點或多了解一點 或是想詢問說 有沒有缺人手啊 假日什麼可以幫忙的 那些年輕朋友就會 想說有個機會嘛 就去這個場合聽聽看 但是本來就是會支持國民黨的人 然後再我們挺一下挺一下 大概四五十個人 辦這一場 大概一個下午的這個整個會議 那當然這個會議是必須要的 因為他就是一個顧本 那本顧之外 我們看到民進黨是不斷的用很多的觸手 去外面抓 對政治可能沒關心 但是關心我學業的這個年輕人 他們就用這種國際競賽的方式 去把他們抓起來 去建立起一個連結 然後讓蔡英文在上面 就可以跟你講政見 就可以洗腦你 那國民黨看到這種狀況 還是幾需要改變 我們還是有很多的智庫啊 或是很多的友好的協會嘛 也許有一些活動是我們可以參考的 民進黨怎麼做 在未來的大選點 我們不要再用那種很固本 很僵化的方式 我覺得還是一樣嘛 我們總是要找到年輕人的需求 然後做一個聰明的選戰 這樣對國民黨才最好 我們來跟大家插播一下 因為剛剛有很多人 在我們的全代會的那個場景裡面 看到說 是不是在播安倍的畫面 確實因為他有在全代會上面 來緬懷安倍以外 還有幾個資訊也可以唸給大家聽聽看 就是呢今天其實是有 五黨籍立委林長佐 在民進黨的全代會裡面 是以旁聽的身份來出席的 而在稍早的時候 當然還有我們的這個 蘇文昌院長是拿著撞球桿又出席 所以這個全代會真的是 又是嚴好嚴滿啊 旁聽什麼旁聽啊 就直接加入了吧 這對呀 那簽下去了嘛 等於什麼呢 你就直接加入了嘛 還是說有人不想讓他加入 只能旁聽 我不知道是哪一種 但我覺得就是說呢 這個民進黨的全代會 你可以看到是說 他們已經準備好要作戰了 當然他們出牌的速度很快 可是呢我覺得有好有壞 好處是 那蔣萬安這邊就會有壓力嘛 尤其在台北 他這個把競選團隊都找好 很多人就在問說 那蔣萬安的競選團隊在哪裡呢 但我覺得有時候事情是這樣子 欲速則不打 你那個競選團真的有一點火上加油了 陳時中是一個落跑的指揮官 說自己的政務官職業是自由業 這個已經夠瞎了對不對 但是呢他所找出來的 這一些競選團隊成員 他好像怕大家忘記他以前 指揮官的任內做的誇張的事情 你看3加11的范雲 他說來來來當我的競選的這個政策 對政策的戰隊裡面 然後呢這個林長佐當時 在這個市場裡面 還幫陳時中開車門 對他幾乎是鞠躬哈腰 還因為這樣差點被萬華的選民罷免 你請他來幫你選舉 還要他負責萬華 這是不是要氣死萬華人啊 所以我覺得就是陳時中 他當然在全代會上面 佔了很大的版面 然後呢有好像好多的人來幫他 什麼管壁 你看連高雄的人都要跑來管 我們空降只聽過說 空降去某個地方選 而且可能還會受到一些挑戰 還會被批評 現在連負責政策的人都要用空降的 民進黨在台北市是多沒有人才 是多找不到人 我真的覺得很問號 好但為什麼明明知道會被罵 他們的陣仗還是要這樣一字排開 硬要用范雲啊林長佐啊 然後這些焦糖啊這些人 因為陰系後 陰系在後蔡英文時代的焦慮 我簡單跟大家講 我個人的感覺就是 如果陳時中當選 這些競選名單就大多入主台北市政府 因為他們知道賴清德現在身世很好 他們也是賴清德有可能會 代表民進黨選總統說不定選上 那這已經是蔡英文的最後一個任期了 而且他們這群人在2020年的那一次 民進黨內的初選 跟賴清德殺到刀刀劍骨 大家還記得嗎 還留出一個什麼駭客的文件 就在寫說要怎麼把這個賴清德的選情給幹掉 這些人賴清德會不記得嗎 所以他們在替自己在後蔡英文時代 民進黨的賴清德時代來臨之前找退路 所以退路在哪裡 他們就想要寄生陳時中 想要寄生台北市政府嘛 所以你說管璧林 我告訴大家 如果陳時中當選 他可能台北市副市長 焦糖可能做什麼 台北市的發言人 范芸可能也到台北市做教育局長 你信不信 這些人都是不分區 他隨時可以離開民進黨 後面的人補上來 不影響到民進黨的席次 而且這些人通通是英系 莊瑞熊也一樣嘛 所以我覺得很可怕的事情是說 他們說是競選團隊 可是我的感覺是 他們已經在替自己未來找後路了 那台北市政府難道就是 變成是說讓英系入主 然後完全英系控制 然後這群人他們的過往劣跡斑斑 我就講管璧林好了 做他的競選主委嘛 他以前提出什麼樣的政策 第一個不要再學文言文了 他以整阿嬤的身分 說不要再學文言文 他說金馬獎要停辦 他說才死700多個人而已 陳時中只是輸了一場很小的戰役 不需要下台 這些都是他的競選主委講出來的話 陳時中當你任用這些人的時候 你某種程度你就是肯定他們的發言 那當然每一個立委他可能 從政時間很久 過去一定會有一些爭議的地方 可是你不要忘記你是指揮官 所以這很多在近期他對於疫情的發言 你等於是替他背書 我講一個比較誇張的 焦糖他前一陣子才說什麼 他說 叫大家積極染疫 他說懂的人就懂 然後陳時中當時就去幫他輔選 他在士林北投後來沒有上嘛 就幫他輔選 那我就覺得啊 焦糖你說懂的人就懂 你說積極染疫 是不是你有問過陳時中 是不是陳時中受益你 告訴你說我們接下來的政策 就是希望大家都確診 不然的話你怎麼還會邀請這種 請大家積極染疫 要讓台北市民都染疫 這麼不舒服的人 做你的網路空戰的操盤手呢 你雖然好像跟他切割 可是其實你沒有 你說年輕人都來幫忙 我們都很開心 甚至焦糖說接過你的電話 所以我覺得現在 在民進黨的全代會上面 陳時中的版面這麼大 林佳龍的版面這麼小 那主要就是因為力挺陳時中的是陰系 而這些陰系的拐瓜裂藻 都在替自己的未來找出路 但我覺得台北市政府 不應該成為陰系成員的後路 沒錯 我們也感謝我們的網友 這個DH Lee他的Donate 他說也要一起支持政治新人榜 感謝何仙仙說 他工作中在旁聽 再有這個我們剛剛講到這個全代會啊 因為大家當然都聚焦 今天有很多記者都去了 那當然也看到包含了是這個陳建仁啊 他說大仁哥也來了 但是沒有受訪 那賴清德當然是 他在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間 就沒有受訪 也沒有出席 你怎麼看這場民進黨的全代會 你把上一段跟這一段 把它放在一起 你可以看到 一方面是年輕人的票 全代會是什麼 是傳統的 為什麼民進黨還要這麼做 對 你對比現在的國民黨 你就知道為什麼他要這麼做 所以民進黨的選舉還是厲害的啦 因為現在國民黨到現在還在亂嘛 包括連苗栗也還沒有完全解決 所以包括自己主席的爭議 所以你自己想 朱立倫有沒有辦法開這樣的一個全代會 有沒有辦法現在把整個候選的一字排開 大家會怎麼看到裡面的人 可是民進黨裡面的這些 你看他現在的動作 把這些人一個一個點名 點兵點將 對當然 裡面怎麼可能會沒有槓格 你一定每一個區域裡面都有不舒服不爽嘛 對不對 可是你自己看他們現在展現的叫什麼 團結 可是相對現在的國民黨 現在是紛亂 所以其實我一直講 現在的選舉已經變成打感覺 我一直在講 一直在講 如果國民黨或者民眾黨 並不能理解我這句話的意思 你會在每次的宣傳就是在輸 現在的選舉在打感覺 為什麼 傳統媒體是打輸贏 論述的 但是所謂現在的自媒體 是一種感覺 請問像你這樣子滑的速度 你會停留下來去看 哇全代會裡面有大人哥 全代會裡面林昌佐如何 不會啦 所有的年輕人這樣滑滑滑 哇 蔡英文召開全代會 民進黨有樣子喔 結果你滑滑滑 國民黨哇那邊還在吵 哇朱立倫就被罵了 哇那個蔣萬元又被酸了 還在亂這樣 這就是感覺啦 這就在打感覺 這如果在野黨還不懂得 現在人家在幹什麼 你只會一直酸一直罵 我跟你講你未來只會一直輸給民進黨 如果你看到這樣的態勢 我們當然我也可以跟大家 罵個十分鐘 我可以把裡面的點兵點將 然後看他們的互動 我直接罵給大家看 可是問題是罵完之後呢 你回來看還是贏啊 哪一場我們不覺得罵可以罵到爽 罵到最爽的 我直接跟各位講 讓我完全清醒的叫四大公投 罵得非常爽 而且我自信滿滿 我覺得四大公投起碼過兩個 結果呢 結果呢 那個時候有沒有像現在的場景 有啊 蔡英文也是把陣仗擺出來啊 也是每一個候選人 然後自己到處去宣講啊 然後我們不是每一個抓出來罵嗎 然後裡面還有人講錯話的 還有人什麼 哇好高興四大公投避過無遺啊 結果呢 還不是被蔡英文吹庫拉朽 所以 我要大家仔細就靜下來去想一想 這樣的宣傳有沒有用 還是 只是老思想 老頑固的腦袋 就是我們一定要像這樣 我們要把大家聚集在沙發會 開個論壇 然後 我相信國民黨未來一定有很多的畫面 誰的競選總部成立 然後就會有 大眾總 而不是大眾總 叫大進場 然後開始會有候選人 候委員會的成立 你說對不對 我們黨選國民黨 黨選國民黨 我跟你講 年輕人就不愛這些啦 他們就不想要看這些 我跟你講黃珊珊一定會更多 你信不信 那你看民進黨這些方式 他就在網路上跟你年輕人一起去做 我也很想罵 罵完之後我也想要提醒 這個東西夠不夠 是不是我們可不可以想一想 為什麼要這麼做 打感覺 我還是得把這三個字 獻給在野黨 如果你們聽得下去的話 有沒有感覺應該怎麼做 蔡英文有兩個性格 這兩個性格 在野黨必須要知道 你就可以知道為什麼蔡英文 現在在做這些事情 他是公主 雖然他不是世出的公主 但是他畢竟還是被人家捧在手心上 疼的一個公主 所以公主會有什麼性格 第一個叫不見棺材不掉淚 2018年他那時候幾乎快掛掉了 為什麼 因為2016年上來硬要搞一粒一休 你記不記得司法改革 弄得天怒人怨 結果整個你還記得 蔡英文現在50%了 不不不不不 你回到2016年的12月的時候 你記不記得 30啊 他跟拜登一樣慘啊 慘死了 那時候大家都覺得 蔡英文完了 毀了 他會不會連任啊 記不記得 現在大概很難 知道你還記得嗎 我們那時候討論他會不會連任 他應該成為台灣史上 第一個不會連任的總統 有沒有 有沒有在各大媒體都有這樣的氣氛 有吧 我講他是公主 那兩年他硬要幹 我說過要這麼做 我就是要這麼做 我就要帶著大家一粒一休 跟大家玩 玩到我自己爽為止 民進黨呢 就在寵這個公主 好啊 你要助我們大家陪你玩 有沒有 他不是還指著那個司改委會 然後指著那個秘書長 你有沒有 再投票一次 這就是公主性格 不見棺材不掉淚 但是2018年他掛得這麼慘 他的幕僚就開始跟他講 公主 可不可以聽聽我們的話 然後賴清德再出來 人生最慘的 蔡英文人生最慘的就是那一個 2018年 不但民調超慘 一路快掛了 而且賴清德還看他水小 然後一副要把他弄死這樣 他的性格就出來了 我跟你講他性格就是 好 那我要維持我漂漂亮亮的樣子 你們有辦法 就去做公主嘛 所以呢這些大臣 每個人都開始獻撤 那鬼臉子 我跟你講我可以操縱年輕人 於是2020年就來了 那一種坡 因為用網軍把賴清德幹掉 打死了 然後整個 再用網軍吹哭拉瘦把韓國瑜罷免掉 然後一路四大公投 他發現有用啊 各位公主的第二個毛病就出來了 他一定會再犯 他一定會再犯 他現在一樣在犯同樣的錯誤 再來就接徐小信剛剛講的 現在這些人不就在 就在 英系的焦慮嘛 對 因為又來啦 疫情搞得天路人月 陳時中的酬恩值這麼高 我們公主病又犯了 那其他新潮流 新蘇聯 現在在看下話嘛 對 我看你要怎麼玩 我六都全部給你 等他掰咖 你發現六都全部都英系跟政國會 對 全部都自己人 我就看你 然後大家一起到這個全代會裡面 你看蘇貞昌也在後面 新潮流後面 每個人都 這同床異夢啊 一定的 可是這個陣仗一擺出來 大家看 我還看你再犯 會不會再犯 現在看起來是蔡英文 就像2016年一樣 他又要自己掌權了 他以前那個他已經忘了 他覺得我一樣摧枯拉朽 這些年輕人票 這些又開始來了 揪揪力 年輕人 他趁他病要他命 在野黨能不能做得到 你是不是應該要區隔開來 你這樣子的事情 在野黨能不能提出一連串 我們可以做什麼 我們可以讓你更好 因為這樣子的總統 他現在正在焦慮中 他現在正在不知所措 但是一定要裝出一束公主 我現在很棒 我還是非常的美麗 他出來呢 就像那個 魔鏡魔鏡 誰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蔡英文當然是你啊 你不要害我們等下流量 全部跑掉好不好 來我們要問一下這個指導 當然我們知道 其實在選情告急的時候 或是當他希望可以轉移交點的話 在政治有一步啊 就是他要這個苦肉祭 我們昨天看到的是最新 就包含的是林志堅又出招了 他出示了一張說是選民傳給他 他自己本來沒有發現的照片 原來是他的西裝的褲子 從後面看已經破了一個洞 他也特別講到就是說呢 因為他早上連跑三個行程啊 沒有注意到自己的褲子都已經勾破了 而他也說要正在進場維修中 不過這樣的畫面呢 當然這個我們剛剛求求力 也被提到的黃世修 今天真的是非常熱門 他說小智市長的褲子被勾破 結果這論文也被戳破了 那其實這個慣性的方法 包含是你還記得嗎 羅毅君之前的洗衣服說 當時也正發生在3月底疫情 本土疫情剛開始要崛起的時候 還有當時為了要反罷免 結果走到掰咖 甚至起水炮還倒在路邊的陳柏惟 不都是這樣子嗎 先講林志堅好了 陳柏惟是不太想提 怎麼會有人走10公里就這樣 你看羅志強怎麼走人 那時候 我們當然是笑他軟腳下嘛 那最後我們就證明給他看 所以陳柏惟我先不提啦 那我們比較重要 今天還是講林志堅 扣得破幾康嗎 我覺得綠營的這個道德標準 真的是異於常人 他勾破褲子 然後跑了三個行程 一個上午 還會想說不好意思 跟大家道個歉 我沒有注意到 大家那麼關心論文 已經打了兩個禮拜 你還在死撐著 你明明就是一個發問卷的小書童 然後到現在還是覺得說 自己有著作權 自己本來就可以出版那本論文 所以 關於這兩件大事 到底國人比較關心你庫底破洞 還是關心你論文的 學術的標準 以及你有沒有票竊 我們足科管理局的這個智慧財產權 這個國人關心的事情 你不回應 一天到晚就跟有志哥講的 跑去吃冰啦吃肉丸 那這個是不是苦肉計 我覺得可以上去 因為就我自己的眼力 林志堅是非常好名 林志堅是非常好名 你看我們最近高嘉瑜 不是被大家酸說 你當那個副主委 一定是扯陳時中後腿 他馬上不甘心被嘲諷 所以他就出來 炮打蔣萬安給大家看 他說你看蔣王子 每天在菜市場握手 或在我們的公園 跟婆婆媽媽打招呼 提不出市政的見解 我們去看一下林志堅的臉書 或是他最近的選舉策略 高嘉瑜每一個巴掌 都打在林志堅身上 再加上林志堅我觀察他 他在那個前幾天 大概兩三天之前 發了一篇文章 他說 最近開始步入選戰模式 每天早上八點起床 八點起床對候選人來講 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你們早上會站路口嗎 六點就送車 六點就一堆李明在那邊 好好好 然後公園 大安森林公園要去跑嗎 五六點 有時候遇到蔣娘欣 然後就是這樣子去 去跟民眾伴亂 睡到八點 不是說睡到八點 八點才出門 是不容易的事情 也不太可能會發生 對於一個 已經進入備账狀態的候選人 那幾乎是不可能 你總要 你市長的格局 你總要開會吧 你總要聊一下 今天的新聞議題吧 你總是八點如果沒事 然後開個會 十點有一個大的政策的記者會 可能要宣布吧 或者是你連續跑了三個行程 好啊 從八點讓你跑三個行程 你跑到十二點吃個飯 接下來呢 吃飽飯之後 我們的這個林志堅 就要如蘇貞昌所說的 去睡個午覺 兩點睡午覺起床 一天行程就過去了啦 所以你說林志堅 Cold Day Party 剛剛這個是賣苦肉計 我覺得賣的一個很糗啦 賣一個糗字 可是 你說他真的很苦嗎 我看不出來 至少我覺得在行程上面 你八點才出門 那是比很多候選人都不如 就我所知 講完我必須要 講 大家今天大爆掛 現在要來開Turbo 拼盡月數了 就靠你們動動手指 沖一波 一起開啟小鈴鐺 轉發多多品客 你買物化器呢 會送你水神 那麼家裡面 八坪以上的 五到六坪的 或是小坪數都有不同的選擇 它的物化時間 大概從四個小時 到八個小時不等 怎麼買 快點購 QR Code 掃一下 記得喔 幫我輸入CTI285 這是我們辣碗報的團隊代碼